本期话题 女性尿贫尿急吃什么药最好 张志超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女性尿贫尿急 有时候来说也和我们的生理反应有关系 比如有些女性在经期的时候 就容易出现尿贫尿急 那么尤其我们在疲劳压力大 比如说我们说熬夜 包括来说我们吃了事情 食物比较多的时候 包括夏天我们喝水太少 这些都可能造成偶尔的尿贫尿急 如果说是这样一个生理性反应的话 我们一般经过调整生活休息 它是可以好转的 如果说我们没有好转 并且这种尿贫尿急甚至有尿痛 这些情况症状比较明显 那甚至我们经过生活调整好不了的话 我们一定要注意有没有泌尿系感染 那么泌尿系感染也是女性常见的一个疾病 因为女性和男性的区别 主要是女性因为这个尿道比较短 尿道外口距离 阴到口距离比较近 所以容易发生感染 所以当女性有尿贫尿急 尤其比较顽固的时候 这时候一定要注意到医院里面就诊 要注意排查有没有这个泌尿系感染 那么的话还是需要 如果有泌尿系感染的话 我们还是需要接受正规合理的治疗 尽量来说女性泌尿系感染 也不要自己随便用药 如果用药的话 我们说治疗能不能彻底 像如果治疗不彻底 就是经常会造成一个反复复发的情况 常用的泌尿系感染 比如说我们叫奎诺同类 就咱们知道了作样浮沙星 比如大华内脂类 像阿奇梅素 甚至我们一些头包类 像头包地尼 头包类 对这个泌尿系感染 都有很好的治疗这个效果 那最主要的 我们说当我们用抗菌治疗的时候 一定按正规的疗程治疗 我们最忌讳的 比如说我吃上一次药 两次药 吃个三五天药 我症状好转了 但是这些病原菌 没有完全的控制 那么以后 比如说我们再有一些 比如免疫力抵抗力下降的时候 它又发生 反复发生 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说治疗一定要接受正规的治疗 完整的一个疗程